在台湾当学生真的是太幸福了 几乎每个学校都是有姓评会的 这个姓评也是我在台湾 我来台湾之后才听到的词 觉得真的是不敢想象 开拓了我的眼界 想到有一天我也能在大学做这样的事情 之前刚看到的时候会觉得 凭什么呀 我的高中生活和我大学生活都那么的黯淡无光 但是在台湾这边学生 就是什么都有体验过有尝试过 丰富多彩的人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杜 一个正在台湾念书的北京人 来到这边上学上课念书 就感觉在台湾当学生真的是太幸福了 我本科的学校是在北京念的 当年准备考研的时候 我有一位学姐 她已经在台湾台师大念了一年的书了 就建议我说 不如你考研的时候可以来台湾试试看 然后呢我就听了她的建议 来到了台湾 不过真的是要感谢她 在台湾念书有很多地方 跟大陆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要说当台湾的学生很幸福 当学生呢每天接触的 无非就是老师跟同学 那来台湾之后让我就是第一个触动到我的点 就是师生关系 其实在我本科的学校 师生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但是更多的是说你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去问老师 有什么不会解决的学术问题 老师也都非常耐心的去帮你解答 但是除此之外呢 在生活上的交集好像几乎为零 可能老师就是老师 学生就是学生 中间的这个界限感会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来台湾之后呢 每次过什么圣诞节呀 万圣节之类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节日 我们老师都会给同学发小礼物 有的时候发一根笔呀 有的时候请大家吃顿饭呀 吃早饭 还有一次老师在群组里创建了一个投票 就是问大家早饭想吃麦当劳 还是想吃星巴克 投完票之后呢 根据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最后就吃了麦当劳 当时我超激动的 还发了一个IG的现实动态 还有一次是老师脱堂了 本来那个时间大家都应该去吃晚饭了 但是上课没上完 所以老师又把我们把 就是帮我们把知识重新输一遍 其实他这样的话也算是加班 结果他刚说 行了可以下课了之后 让我们的课代表去外面拿那个外卖 我们才知道虽然脱堂了 但老师早已经偷偷地帮我们点了晚餐 就感觉老师真的好贴心呀 那在课间的时候 老师也会跟同学们聊一聊 比如说你最近在追什么剧 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可以推荐吗 就是除了他会在学术知识部分 指引我们引导我们 在生活上就是也跟同学们都打成一片 没有那种明显的边界感 再来呢我就想说一说 当台湾的学生在课余时间也非常幸福 像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校庆 但校庆不只是在礼堂去举办一个歌舞会 我们还有相应的各种就是周边的活动 比如说那种校跑啊 路跑啊 二手集市啊 还有还有像Running Man似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小活动 包括小演演唱会啊 等等等等等等 超级多 就是在你的学习之余 也可以去参加学校举办的这些活动 放松心情 学校的社团也是多种多样 你能想到的 我感觉都会出现在台湾大学的学校里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学期我们学校有那个关于性评 就是两性方面的社团 它每周就会有相应的讲座 就是讲一些关于两性方面的各种各样的 你不会知道的知识 真的让人非常的好奇呢 说到两性 台湾的学校也非常珠重姓评 几乎每个学校都是有姓评会的 这个姓评也是我在台湾 我来台湾之后才听到的词 而且这个保障力度真的很大 不管你是在学校里还是学校外 如果你感觉关于这种 就是比如说性骚扰啊 方面的不舒服 都可以跟学校的姓评会反映 他们都会有很就是一系列的SOP 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我在一月份和三月份的时候都参加了 十件大学的一个走秀活动 当时我拍了很多影片都还没来得及剪辑 结果呢我的手机就坏掉了 所以就没办法呈现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 在大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走秀 大家设计自己的服装啊 然后去找约化妆师化妆等等等等 我觉得真的是不敢想象 开拓了我的眼界 当时去参加走秀的时候 内心就非常的激动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在大学 做这样的事情 对我而言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幸福 回想到我的大学生活 一般除了上课就是 我们跟室友一起躺在床上 刷剧 点外卖 然后比如说两三周去百货公司逛一逛街 就没了 真的生活非常的单调 就可能说四年都干嘛了 除了在学校上课 什么东西都没有体验到 不过多亏了我的朋友阿东跟阿轩 他们用摄影机还是记录了一些 当时走秀活动的场景的 化妆师正在给我化妆 妆效非常的舞台 我也不敢动影 大家在后台等待上台 都说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那我想说真的在台湾当学生可能会更幸福一点 除了课余和上课的时间之外呢 就是假日大家也可以出去游山玩水 就在这边的话不管是看海呀还是爬山呀都非常的方便 开车最多了 开车最多了 开车最多了你想看山啊还是看海 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到了 而且周边的设施也弄得非常的丰富 我当时就看我大学同学他们的IG嘛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台湾这边学生就是什么都有体验过 有尝试过丰富多彩的人生 在台湾里内心情感的小度 我不要EMO 我要继续阳光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